大盘鸡 烤全羊 红柳烤肉 还有囊 新疆的美食是数不胜数 今年的环塔征途 我们的美女主持人童贺 廖若如 将化身环塔觅食者 寻觅环塔路上的十大特色美食 那么今天环塔觅食者童贺 将带来的是黄金洋拐 赶紧跟着他去演馋一下 学位环塔 我是环塔觅食者童贺 雪山脚下 策马奔腾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 美丽的天山山脉脚下 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看美景 更是为了寻找一道 中国丝绸之路的地标美食 黄金洋拐 我觉得我的口水 都要滴到锅里去了 那我看到这个汤汁 真的太好看了 红润 然后很粘稠 感觉里面满满的 全部都是胶圆蛋白 对呀 这个我们这里就加了 可能有个20 将近20道原材料 这个师傅我看到 它一直在搅 搅拌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调料 它都不均匀 你来回上搅拌 也有过程 它是越搅拌越香 你付出了 你才能吃到最好的美丽 原来就是一个秘诀 好嘞 走 咱我带你去看看 我们是怎么样腌制的 整个一个过程 是不是看完就可以吃了 吃了以后我告诉你 为了入味 需要厨师不停地搅拌 两个小时 而在这之前的腌制 那更是重头戏 这个是半只整羊 对 那咱们说的羊拐是哪一节呢 羊拐就是取羊后腿 西光阶以下 这一段就是羊拐 这一节就是羊拐了 我看到咱旁边放了特别多的佐料 是吧 这是陈皮 这个我认识 然后这个是白纸 剩下的我就真不认识了 白扣 肉扣 像这个千里香 千里香 这个是不是味道特别的浓 嗯 有小时候干脆面的味道 这么多种 还有这种条 这种你看一下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这个 我觉得有点像韭菜 或者有点像葱 是葱 但不是一般的葱 不是我们常见的葱 这是我们新疆特有的 沙土地里面长的沙葱 这还真是葱啊 对对对 那我还真第一次见这么小的葱 沙葱 所以这个用来腌制羊腿 应该味道会别有一番风味 它主要就是在羊肉里面去腥 出山 啊 沙葱去山 拌以各种中草药提鲜 雪山溶水将二十多种配料混合 将羊拐腌制十六个小时 才能下锅炖煮 得 这一下可以开吃了吧 陈师傅忙活了半天 这就是咱们煮好的羊拐了 对对对 哎那 哇 那这回总可以吃了吧 对对对 这还不能吃 这只是半成品 我们还要在口箱里面烤制 还要去烤 对对 哇 好烫 好烫 你知道 这个现在是不能吃吧 还不能吃 还不能吃 为什么 还要去烤 还要去烤 终于可以吃了 等了这么久 什么感觉 太好吃了 今天是饿快了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羊肉 而且我觉得它的外焦里嫩 非常的入味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每一丝的羊肉都特别的Q弹 但是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香料 还有刚才我们烤熟的这种 焦嫩的感觉 这几大特点 第一个它没有山味 你吃的是不是 你一点山味也没有 对 这是第一大特点 第二大特点 它没有肥肉 第三大特点 它是外焦理论 第四个特点 是味道基本上入到骨头里的 这就是黄金羊拐的价值 天山山脉下的草原 孕育了这种黑头小尾巴绵羊 这种从小吃着野菜和中草药 长大的绵羊 肉质紧致细腻 如今在这条黄金骨道上 康大哥也给自己的羊拐 赋予了黄金的名号 它之所以叫黄金羊拐 我现在算是理解了 因为它颜色特别的金黄 一个是颜色金黄 你看这个 它是像个元宝一样 所以我就给它取了 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黄金羊拐 黄金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喜欢的 一个奢侈品 这体现这个羊拐的价值 真的是太美味了 在这样的天山脚下 看着雪山 吃着黄金羊拐 我觉得人生一大幸事 幸福感瞬间爆棚 在这些地方 就会发生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谢主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